台灣目前其實透過衛星雲圖帶你來了解的狀況 台灣目前其實受到了太平洋高壓帶的影響 它是天氣會變得越來越穩定 但是注意囉 很多人都在問了 那這個週末的中秋連假 天氣好不好啊 告訴大家要小心囉 因為最快可能會有熱帶擾動變成颱風 就可能在這個週末也就是中秋節連假的時候 來影響我們台灣 好 趕快我們透過這個溫度圖 先帶你來了解了今天的天氣預報 好 今天白天的高溫大概上看33度35度 好 有些地方很熱很熱的地方會飆到35度 平均一般大概33度31度之間 好 來看到是北部的氣溫 目前預估26度到33度之間降雨距離50% 中部地區26度到34度之間降雨距離40% 另外南部地區27度到31度之間降雨距離40% 另外來關心了 東台灣 東北部呢 氣溫預估25度到32度之間 好 東部呢高溫也上看32度降雨距離50% 另外離島的部分來關心的是 馬祖26度到31度之間 金門27度到33度之間天氣很穩定 好 澎湖26度到31度之間可是可能會下一些些雨 70%的降雨機率喔 好 大家趕快關心了 這一回這個禮拜中秋連假的禮拜天氣走勢到底會如何 今天 明天一個禮拜又開始了 禮拜一 禮拜二 太平洋的高壓是持續的增強 所以呢 台灣很多地方天氣都會變得越悶 越熱 越加的穩定 但是還是要注意的是喔 午後仍然有熱對流影響 所以如果是山區的觀眾朋友 小心 還是會有降雨的機率 另外呢 接下來禮拜三到禮拜四 太陽開始露一點點臉了 午後南部山區仍然會有雷震雨 不過全台灣大部分都是多雲稻晴 相對比較穩定的天氣 好 禮拜五呢 同樣也是多雲稻晴 但是也是午後會有雷震雨 但注意的是 中秋節的廉價 這個週末呢 6日恐怕因為受到低壓帶的影響之下 其實呢 不排除恐怕 就會有颱風在深沉來影響我們台灣嗎 不過仍然目前是持續有待觀察的 好 最後呢 透過了小丁寧 來為您做整理今天的氣象重點了 白天高溫最熱的話恐怕上標35度 不過熱帶擾動呢 會變成颱風嗎 最快中秋連假 可能就會影響我們台灣 所以持續的觀察當中 以上目前這節氣象資訊提供給您